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换美之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分区决赛继续进行,勇士在主场迎战独行侠,只要一战勇士曾主场25分大胜对手,但今天的比赛,勇士打得特别艰难,独行侠在上半场这轰进15级3分球,不论森和东泄其半场得分都突破20加,而勇士这边,只有库里和维京斯表现稳定。 从第三阶开始,努尼和克莱连续得分,勇士慢慢缩小分叉,但是格林又早早背上午饭麻烦,双方陷入拉锯战,打到第四阶普尔,努尼,波特一波流完成反超后,格林哄三分,水花兄弟内外开花,最后三分钟,库里连续上篮得分,并且命中三分球,此后时间所剩无几,最终勇士在主场126比1117击败独行侠,勇士完成19分弹逆转, 大比分2比0领先独行侠,先来看看数据,独行侠这边,东泄其42分8篮板5助攻3抢断,布伦森31分7篮板5助攻,布洛克21分3篮板,史密斯10分8篮板,勇士这边,库里32分8篮板5助攻,鲁尼21分12篮板,扑尔23分5助攻,可莱士5分4篮板5助攻,韦尽46分5篮板5助攻, 实话实说,第一节勇士就被独行侠给打懵了,东泄其连打5分,布伦森和史密斯连续轰进3分球,相反,格林在失误,库里在失误,勇士第一节打了一半就落后对手16分, 维金斯对位东泄其,确实能很好限制他出手,但是一旦让东泄其卡住身位,或者提前领先维金斯半个身位,维金斯再去堵截就很难了, 简单来说,维金斯身边得到的防守帮助不够,防守东泄其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,而维金斯和库里带队也曾打出一波13-0,一度追到只差3分, 但节目东泄其又是连打6分,单阶都砍18分,勇士给自己挖的第一个坑,是在第二阶前半段,短了5分钟内,勇士输掉了12分, 这一次比赛过后,我相信达米安里未来如果再得到出场机会,那只能说明科尔太愚蠢, 那段时间,普尔加克来带队,身边是格林,达米安里和波特,这头阵容真的糟糕透了,达米安里打铁, 格林强到后场篮弯一条龙,紧攻反规,下回和达米安里空切,又是紧攻反规, 格林还不满看法,吃到即发,布伦森上篮,达米安里赔上2加1,贝尔坦斯标中3分, 达米安里还跨过贝尔坦斯,结果双双吃到即发,但是紧跟着达米安里就在发球前犯规, 独行侠一发一致,就这5分钟,就看达米安里和格林各种失误表演, 普尔也防不住人,勇士敢于同时摆上达米安里和普尔两个防守短板, 科尔真大胆,这也给勇士挖了一个19分的坑, 而库里和维金斯回归后,他们俩带队至少咬住笔分, 独行侠的三分球手感一定会下降,而第三节,勇士就看到了希望, 要我说,第三节能带动勇士扭转颓势的是卢尼, 上岸得分,自投自抢完成不拦,克莱的跳投突破爆扣, 勇士那一波流节奏非常好,卢尼确实能抢, 而克莱和普尔的得分,让勇士缩小到个位数分差后, 就好打多了,独行侠不可能全场一直保持高效三分手感, 第三节直线下滑,这种情况下,勇士必须抓住得分机会, 格林在第三节中段早早午饭悲欢下场后, 勇士的传球节奏明显加快, 后半段包括普尔的冲击篮下, 维金斯的三分,维金斯助菲鲁尼报扣,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勇士,格林真的要减少自己的停球时间, 库里作为羊公典,给维金斯, 卢尼创造得分空间后,他们能把握住,勇士就有机会, 而比赛进入到第四节,波特的三分帮助勇士反超后, 紧跟着又是抢断,随后卢尼连续上篮得手, 独行侠此时已经有些慌乱,明显开始收缩到篮下, 而包括波特的普篮,扑尔的三分球, 勇士一波流终于完成反超,重新掌握场上主动权, 而格林回来后,命中的那季三分球非常关键, 此后库里的上篮,克莱三分加爆扣, 独行侠已经有崩盘之势,随后独行侠在布洛克和东谢齐带领下, 发起最后反击,但库里连续上篮得分加压是24秒的三分球, 帮助勇士锁定胜局,最终勇士完成大逆转, 总比分2比0领先独行侠,淘开比赛结果, 单就勇士今天的表现来看,这场比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, 先来聊聊贡献最大的三个人,还有两个人在给勇士拖后腿, 首先就是卢尼,今天卢尼出场32分钟, 14中时,拿到21分12篮板5前场2助攻, 实话是说,卢尼在上半场基本没有太多表现, 只有6分入仗,但是他狼王互况和对抗确实非常到问, 独行侠比其锋芒,只赔了鲍威尔8分钟时间, 此外克莱坡上场后,基本不往篮下走, 这就是卢尼防守端的威慑力,而在进攻端, 当勇士半场落后14分时,第三季开始, 卢尼爆发,截到库里传球上篮得分, 篮下强攻自投自抢,格林上篮不中, 又是卢尼不篮打进,因为卢尼在篮下连续得分, 独行侠开始收缩防线,并且给予了卢尼足够的尊重, 前后夹击限制他接球,而此后包括可莱突破爆扣, 库里突破造杀伤,包括第四节波特在篮下的不篮, 卢尼自己连续上篮打进,因为卢尼的篮下牵制力, 独行侠有些故此失彼,而且他们也顶不住卢尼, 此外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,那就是卢尼的挡拆配合, 守地守助攻普尔轰尽三分,包括给维金斯的不看人传球, 还有和库里的挡拆,卢尼效率非常高, 而且他清楚自己的定位和如何,如同站在上帝视角一般, 今天勇士能完成大逆转,卢尼投攻, 现在包括库里,卢尼斯以及格林, 都在有意寻求和卢尼的配合,效果很好, 第二大功臣是库里,今天库里打了37分钟, 21中11,拿到32分巴兰版五助攻, 锦上天花不如雪中送炭,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, 库里在下半场当勇士扭转推势的时候, 他没有太多表现,直到第四节关键时刻, 连续上篮得分稳定局势, 以及纳吉压着24秒的关键三分, 关键时刻还得看库里, 而整个上半场,勇士全靠库里在支撑, 这有一点毋庸置疑,实话实说, 库里打得太累了,格林在场, 或是失误就是犯规,心态明显失衡, 这种情况下,库里增加了持球, 一方面他的几个三分球非常关键, 另一方面,库里在积极带动队友, 从魏禀如尼,到妙传维金斯, 再到和克莱的空间配合, 库里作为核心,需要照顾的东西太多, 要带动队友,要逆境扛着球队, 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 第三大功臣是普尔,普尔今天出场29分钟, 持动期,拿到23分5助攻2抢断, 在场精胜26分,全场最高, 整个上半场,普尔只有7分入仗, 但是从第三届开始, 特别是在格林离场后, 普尔几乎扛起了整个球队的进攻, 和鲁尼配合连续得分, 共3分,突破冲击篮下到杀伤, 包括造布洛克3分犯规, 普尔打得特别有条理性, 一方面是他可以减少了自己的犯规书, 手上动作交代得很清楚, 此外就是无论和克莱搭档还是和库里搭档, 普尔自己的效率非常高, 独行侠这边没有人跟得上普尔的速度, 当然,包括维金斯, 波特这些人表现也都非常好, 维金斯稳定的数据贡献, 波特在顶替格林出场后, 从中阶效率到传球的合理程度都很不错, 当然,有表现好的, 就有表现不好的, 达米安里今天只打了5分钟, 在场输12分, 他上场那5分钟, 就是不断地打铁, 进攻犯规, B级的发球前犯规, 跨越贝尔坦斯引来双方计犯, 他真的不配进入轮转, 还有格林, 从第一节出段连续三次失误, 到第三节中段的5次犯规, 我看不到他对于勇士有什么帮助, 只要被吹反规就跟别人欠他钱一样, 冲着裁判怒吼, 当然, 第四节格林回来后, 还是命中了关键三分球, 他的性格就这样, 没办法, 也改不了, 只是希望他以后减少一些失误吧, 别再带脱给库里和维金斯这些队友挖坑了, 勇士这场胜利真的非常艰难, 我相信这场比赛过后, 达米安里应该从轮转名单中被踢出, 此外卢尼的战术地位肯定会继续上升, 他现在的终结效率和挡差效率都很高, 成为勇士不可忽视的一环, 而向库里, 维金斯他们只需要保持基本的输出, 关键时刻站出来即可, 都行夏今天上半场三分那么准, 但总有回跌的时候, 这就是他们和勇士的最大差距, 得分的延续性, 防守端的稳定程度, 决定了球队的上限,